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打官司的权 甚至基本法可能给这些人有权 申请香港永久性居民 所以我们明白这件事有争议 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都谈过 我觉得这么多意见 有时候他说了些东西也被人剪了一块 又拿出来又未必那么详细 我们也知道一直有官司在进行 政府第一仗是输了 他说今天在立法会也要说 希望乒乒乓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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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乓上诉 另外也有几件案是会准备判的 民主党是怎样看呢 我们和民主派议员的看法是有什么分别呢 甚至有些人说 人哥你好像转了 都不像我以前认识 有些人最能是那样东西 你都不是我认识那个 其实他是在那样 让他讲一讲 民主党的议题也不是新的 一向都在 他怎样看法呢 希望阿仁可以解释一下 居留权你是不是觉得很困扰呢 我从来没有什么困扰的 这个问题 我只是觉得社会上高的讨论 似乎就是流于多少情绪的反应 很多市民第一个回应就是 哎呀我们开头都不是预计这样的 为什么突然间会那么多人 会说有这样的权利来了香港呢 对我们香港真的影响很大 很情绪化 另外呢 有些朋友呢 他的反应呢 又是很即时的 好像挑动了他的神经 他是为了这个人权问题 你怎样去歧视那些外容呢 他们是南亚裔 对香港很大贡献 为什么西人也可以呢 那么多白种人也可以呢 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 歧视 和是 一个所谓反歧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呢 我们是不是开闸 完全我们就是 任由来香港打工的人 都可以来移民呢 就展开了一个讨论 那实际失离了一个焦点 那焦点是什么呢 那焦点呢 其实第一样东西就是 这个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性质究竟是一个 基本人权的问题 还是一个社会政策的问题 分别在哪里呢 如果是一个基本人权的话 我们是没有选择的 一定要尊重的 基本人权就是 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个共识 就是现在所说的政治 及公民权利公约里面 所承认的一些基本权利 这些权利就是 就是不要种族歧视 不要对很多人的 不要因为他的国籍 信仰 然后就将他 变成另一种人 就是 将他排斥 这就是一种歧视 这种歧视 根据香港的法律来说 亦是违法的 因为我们的基本法 把这些基本人权 放在基本法里 这就是第一 是不是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 我可以跟大家说 这不是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 因为这些来香港工作的人 我们不理他们什么国籍 其实他们来到香港 根据一个外容的计划 来到香港 来到工作 是不是事必一工作 就要让他们有居留权呢 我想全世界都没有这种东西 阿仁 他现在说他违反基本法 基本法二十四条 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中国籍 如果你是通常居留在香港 你就有了 所以他就去申请 申请不了 他就吵 那里又怎样呢 所以我跟着就说 所以有些权利 就不是一些基本人权 但是是法律所给他的 法律所给他的 就是说 好像现在基本法写下来 就变成了一个权利 但是这个权利 是不是真的一定给他 是预备 好像大家所想的 一来到工作 可以声称他就是住满七年 不管他什么性质 就一定是好像现在这样 就很容易拿到居留权 这是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而香港政府 以及香港社会 在制定外傭 这么大批来香港的时候 这个政策的时候 基于理解 就是他们不可以声称 做够的七年 一般居住就可以自动申请 去取取居留权 当时的理解是这样的 因为你想想 如果当时社会 不是这样理解的话 你制定政策的时候 会有很多反对 但当时没有适应反对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是不是留了一招 因为他有这样的理解 大家都支持 但基本法又是这样的写法 要你判基本法出来 基本法当然是大过你的政策 大过你的本定法论 所以我第一件事先说 其实任何 如果属于一个人来香港工作 可否变成移民 第一不是一个基本人权 我们重申这件事 第二这是一个移民和入境政策的问题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 任何一个政府 如果有自主权 都会自己去制定这个政策 然后制定一些法律 去配合这些政策 这是很重要的 你去美国去加拿大 你记得 那时候去纽西兰 他说明 你律师医生都不给你 但你整水猴我就给你了 你住了多久 我就让你入籍了 现在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 基本法这样写法 现在可能有些不清晰的地方 所以有人去打官司 所以有人去打官司 但是如果我们香港本身的政府 或者社会 希望的人口政策 或者入境政策 是有一个目的的 我们原本的计划 不是打算给这么大堆 来做家庭用工的人 入籍的话 基本法所写的 就是跟我们的政策有抵触 如果真是最后他们赢了的话 我觉得这个基本法 是应该需要考虑修改的 即民主党就是不贊成 给那些外籍用工 是有居留权的 是否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我们是不贊成 给他们 因为来做事 做够七年 就可以申请 对了 可以申请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们 那么大堆的人来工作的时候 那个计划不是这样的 除非整个社会重新谈过 如果整个社会重新谈过 如果整个社会重新谈过 我们是同意 那么大堆用工 请来工作 我们就做够七年 我们就给他们入境 如果这是大家的社会共识 我没有反对 但是我知道 在那么多年前 十几年前 讨论这个政策的时候 大家不是有这样的期望 一路请人来工作 那些雇主也不是有这样的期望 顾员也不是有这样的期望 整个社会也不是有这样的期望 那么你变成你的社会 如何去规划呢 所以这件事 你要理性地去看这个问题 我最近听到 有些工会 是帮他们的工会 都说 其实他们都接受 工会一向都没有欠这件事 没有欠这件事 他明知那些人来做 也不是有这些期望 不过 既然法庭说有 那当然是去抢 没有理由不要的 你给他当然要 这个也没有问题 我们接受 我们是尊重别人打官司 是 如果你的法律 条文写到 是有一些漏洞 被人拿到 在这个漏洞里面 拿到他自己应得的权利 那这个你要尊重的 你在一个法治社会 你是要接受 这个游戏规则 如果游戏规则 跟着游戏规则出来的结果 你不满意的 那这个代价你要接受的 除非你修改法律 所以这些外容 或者是他代表出来打官司 或者有些人打赢了官司 日后有些人 是想拿到这个判决之后 他来居留在香港 这个你要尊重的 直到你修改法律之前 这些人 他是根据法庭的裁决 拿到这个居留权 那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 这个是法治 我们所要 必须要承受的一些责任感 我是这样看的 但是不要将他 升格到 他一定要有基本人权 因为如果你这样说 很危险 我告诉你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样的模式 解放军是一样的 全部解放军 那也是写明你 无论在香港住在这里多久 住在这里多久 住在这里多久 是没有居留权的 那些内地派来的全工也是 是的 全部在内地 拿公务签证来的人 公务签证来的人 现在其实不少 在全部的机构工作 或者是一些 国家机构 中联办 外交部 或者中资机构 是代表这个国家 政府来的人 全部做了多久 都是没有居留权的 阿仁你说这一点 就是在2002年 立法会也辩论过 当时是修改本地的法例 当时民主派的议员都说 政府不应该这样去处理 因为基本法那里说了 那群人住满了七年 就有权申请了 你特意本地立法 好像想规范基本法 那些政策大家可能同意 那些政策大家可能同意 那些人 其实香港人很害怕 没有说人自说 就是惊人自说 政策同意 但是那些做法 是不是有问题 2002年都有问题 现在到了2011年 都是有问题的 其实政府那时候 用两件事来解释 第一 他们说 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还有一个154条 让我们的入境处署长 是有全权 或者特区政府 是有全权去到 规限来香港的人 他的权利 包括入境、出境、居留 属于移民政策 是属于香港的 他觉得 你24条 要跟这条一起看 那时候政府可能是这样去理解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24条 还可以根据法律去规管 但是这些是那帮制定基本法的时候 那帮大陆的法律专家 他们用这种观点去看 就是用法律原意 他们那时候怎么谈 就是要看回他们那时候的原意 但是普通法就不是这样 普通法有时候有很多事情 你们怎么谈我们 我们不知道 不服洋洋洋洋洋 叫你草位出来 叫你回忆 你以前说过什么 你发表的文章 不是这样的 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资料 只能够是一些非常有限的资料 但是我们是根据前文后理去解释 是最重要的 所以现在 以及看一些案例 因为那时候居留权这个字 也是案例 所以这个变成了两个制度之间 大家有些對法律理解的衝突 不過當時來說 政府就慢地說 這個事情是符合基本法的 這個政策就是這樣 反而政策是沒有很大的爭論的 我不覺得當時支持外傭人士 這十多年來 會推動外傭一定有居留權 只是有一個官司打了出來 就產生了這個社會的爭論 你剛才說他現在上訴的各方面 大家當然是尊重 最終到終審法院都判他贏 贏了那些人就可以申請 民主黨也接受 但因為這個政策 大家其實就不覺得這樣行 如果要做可能就要修改基本法 是否這個意思 我覺得第24條 如果對外傭人士 他們來說甚麼時候可以申請或者獲得居留權 應該是特區的內部事務 應該等到特區政府透過這個立法和制定政策去決定 就不要基本法寫一條 這樣的條文出來又不清不楚 香港就使得很多來的工作的人 我們在毫無控制的情況下 可以獲得居留權 尤其是香港可能很需要 在一定的時候很需要輸入一些大批的老公 尤其是家庭用工 現在其他人是因為人數比較少 大家沒有這麼關注 而且記住任何入境政策是有選擇性的 因為我們通過幾個優才計劃 甚至內地的畢業生 亦都可以留在香港 住舊七年亦都可以取居留權 這個大家社會都沒有甚麼反對 但這個外傭的問題 大家記住為甚麼人這麼擔心 其實有時候不只是經濟對香港的負擔 這件事是這樣的 其實外傭對香港有很大貢獻 這個大家知道 如果不是那麼多外傭 來解放不了我們香港很多婦女 有很多受了高等教育的婦女的生產力 我們香港很需要有那些技術的人出去工作 其實就不應該只是婦女的人 主要是社會現象是婦女 因為很多家庭工作以往是這樣的 當然不一定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香港人口政策所面對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香港如果一直保持著香港未來的發展 我們現在面對的就是很多來的移民 是比較低技術低知識 所以在一個老公的市場是很大壓力 所以那時候沒有最低工資 人工很低 因為不斷來香港 即是在內地來的移民 都是比較低學歷 而且沒有技術 全部是勞工的 如果你再製造一批 這麼大批的人來工作 如又拿居留權 將來是很慘的 那個老公市場是很大件事的 我們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呢 記住他們來也有家庭的 你也不能夠不讓家庭斷聚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些事情我們覺得要大家坐下 平心靜氣有社會共識去考慮 究竟來的 即是外地來的工作人員 即是工作的人 哪些人我們可以給他居留權 記住是有選擇性的 全世界都有的 我們去美國去加拿大 甚至去新加坡 全部都有選擇性 不一定是有錢人 不一定是有學識的人 即是他需要的人 即是他需要的人 例如我講過水喉帳 有段時候是最受歡迎的 或者有段時候是社工 他是歡迎的 或者是護士 或者是做地盤工人 都受歡迎的 好過你私生 即是別人是 看社會需要來決定的 即是你現在的看法就是 上訴各樣東西 我們當然是尊重 亦都我們反對他 可以去攻擊哪些政黨 哪些律師去幫人 不應該 當然不應該攻擊那些 為勞工打官司的律師 即是否想最好 以後都沒有人敢去打 每個人都疾了 政府說是兇了 還有去到終審法院 萬一真的判 說他贏的 當然他可以去申請 看政府是用甚麼準則去批 這樣我們都接受 我們接受的當然 不過我們因為覺得這個政策 不應該是這樣 所以他就要改進法 即是不應該透過打官司 來改變一個社會政策 就是這麼簡單 社會政策 首先我先說了這件事的本質 不是一個基本人權維護的問題 而是一個社會政策 這個社會政策就是人口政策 以及移民政策 這個是需要共識 需要社會討論 需要社會規劃的 好了 我們以往我們的理解 我們的期望 就是人們來是不會留下的 做完就會走 不會因為做了多久 就算個別留下是很特別的理由 就不是集體地留下 好了 這個期望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突然間的改變 不是透過討論 不是透過政策的研究辯論規劃 而是因為打官司 而是改變了政策 打官司是因為有些人 大家對法律的理解不同 而最後法庭的裁決 用了一個理解 是跟政府原先的理解不同 這就大件事了 我覺得政策的改變 不可以這樣突然 是透過打官司來達致的 所以將來如果真的輸了 我們要尊重這個結果 但我覺得不應該釋法 為甚麼呢 為甚麼不應該釋法 因為現在牽涉到的 基本法24條 就是那個界定居留權 24條第四款 外籍的人士來工作 甚麼情況下可以享有 申請居留權 第二個就是154條 就是香港特區政府 有權決定外面的人 來入境居留 以至離境移民的政策 這兩條的效力 是完全屬於香港的特區事務範圍 根據基本法158條 甚麼懲罰應該釋法呢 就是外交和國防 或者中央所負責的事務 所以政制可以勉強地這樣說 但這不是 這是全部屬於內政事務 根據158條的精神 人大常委是不應該解釋的 如果你解釋的話 就是 換句少爺為甚麼 就是中審庭也沒有用 中審庭就不是 1998年那次對香港打擊很大 我覺得 今次如果有問題 應該立即進行修改基本法 如果是有必要的話 當然要大家討論 看看社會共識如何 有些人說我們不用 我們就全部來六年 六年就要他離開 這不是一個好的辦法 為甚麼不是一個好的辦法 第一有很多 用工來做得好 六年是一個好的關係 是的 家庭也不想他離開 尤其是照顧小孩 很難的 你寶寶小孩照顧到六歲 是最好的關係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有些人不會說你這樣做 是不對 好像針對一些人來 有些人說你歧視 那些人可以說你歧視 為甚麼有些人不是這樣 有些就六年 那都是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我覺得就是 雖然 終審庭也說了 這些又不是歧視 因為他不是針對國籍 不是針對宗教 又不是針對種族 又不是針對種族 就不是一種我們法律 基本法或者國際公約 或者人權法所要保障 不受歧視的這些範疇 他不是這種 他是屬於工作性質的選擇性 因為那些人的背景工作性 即工作的性質 即我們的制地政策 選不選擇給他 留在這裏做移民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這是不涉及歧視的 阿仁你講了這麼多 有些市民 其實社會是有些分化 大家都知道 有些是很反對的 有些是罵民主黨的 就說你這麼民粹 你是否撐公義 你覺得民主黨是否民粹 其實因為很多街坊都不喜歡 民主黨說你民主黨立場是怎樣 我自己去幫人助選 你怎樣看 我們立場都不贊成他們可以居留 但有些人說你不是還不民粹 現在民主黨是否在你領導之下又民粹 今次這件事的民意是頗清楚 絕大部份人不贊成他們有居留權 因為這跟原本制定和落實外傭政策 那時期望是不同的 你要承認這個事實 當時沒有人想過這樣 當時有沒有人想過他們來 就一定有移民 當時人們去聘用養工的時候 有沒有介紹給那些養工 聽說你做完事 你還滿七年 還加上香港身份證 是沒有這樣的 還有你真的做夠七年 現在看過的情況是很容易得到的 所以你說有些關卡 其實是關卡不到的 是卡不到他們來的 這是一個視察 所以那個期望的確是他們 不是可以來到香港做夠七年 就很容易成為 或者差不多有權利成為移民 現在這個期望 記住 是社會大多數 很多都是支持民主的人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就是這樣說 這個性質不是一個基本人權 如果有些基本人權 民主黨這麼久 是覺得不要用人數的多寡 去決定這些權利 是否受保障 例如我舉個例子 當年的越南船民來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印度 和基本人權的問題 因為他們是難民 凡是難民 是應該受到保護的 不應該 好像當時有些人說 把船拉出去公海 因為我們頂不住 我們頂到最後一分鐘 我們都要頂 同樣地恢復死刑是一個問題 我們90年代都是被人砌 為何不恢復死刑 死刑是最有效的 我們去照頂 譬如對一些有精神病 那些人的康復者 那些中途宿舍 或者復康中心 那時候到社區 有很多社區反對 連那些敬亂 都不喜歡 我們民主黨很清楚 我們指示區議員 是要支持那些弱勢人士 因為他們去到適當的地方 來康復 來融入社區 這是大家應該接受的 我們這麼久都不擔心 好 人家說 你現在變了 正如你所說 現在你和市民一樣 反對居港的融工 住舊七年就有權 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從這件事的性質去看 這件事是一個社會政策的問題 是一個社會政策 怎樣制定的問題 如果你制定社會政策 都不聽民意 你甚麼要聽民意 你作為從政者 原來你喜歡的時候 就覺得大家應該支持你 市民支持你 你就是民意領袖 市民一願支持你 走去支持你和你不同政見的人士 你就說你不同看法的人士就是民粹 其實你是不是尊重市民 你根本不是尊重市民 你就是為我獨尊 就覺得我自己說的就是對 尊重我就是民意神聖的 我們有民意的授權 當別人民意不同意你的時候 你就說那些是民粹 那些民眾是盲目的 只是感情化的歧視的 不可以這樣 這樣做法是真的不尊重市民的看法 這件事是有理據的 不是沒有理據的 有些市民有些混淆的 有些看法就是我們民主派裏面 現在就在立法會裏面 我們二十個民主派的議員 每個禮拜都開會去談些事情 可能就在我們二十個議員當中 都是大家有些不同的意見 可能有些人就說 人家是民主派人家就這樣 你又是民主派你就這樣 你叫市民怎樣去演繹 其實我們都說過給市民很多次聽 我們不是同黨 如果是就全部一個黨 二十個 大家都來自不同的黨派 當然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但有些人說有些那麼基本的東西 為何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時仁哥你都會說 好像貝利亞說 第三條路 現在你在走哪條路 你解釋給我們的市民聽 香港現在是否成熟的社會 還是比民主派都有另一條路出來 其實大家再仔細看清楚 現在除了有很多所謂非政府組織 或者壓力團體 他們很清楚說 我支持殺外勇 是應該居留在香港 有些國際主義的情懷 這個無所謂 因為他是一個NGO 即他又不需要有什麼決策權 最明顯的例子是金神父 當日在城市論壇見到我們 一個同事就過來罵我們 你這樣就沒有了原則 出賣了你的理想 其實金神父我也是很尊重他 這麼多年他被他支持 他也支持了那些居港權的家長 但對他來說 他的想法是覺得是沒有界線的 任何地方是不需要切 這個邊境的控制的差不多 大家四周去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大 為什麼需要有這麼多人為的障礙 他有一種很理想 某程度很浪漫的看法 當然這個世界 如果是可以的 社會運作得到 當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實際上我們看看 如果政黨來說 有些政黨當然不是站在保守派那邊 就算是民主派的政黨 其實他們這個問題的看法 他們主要都是著重法治的觀念去看 我覺得 他們第二邊當然不是講得很多 但是他們是很著重 如果有這樣的權 就應該要尊重這個權利 你說是否跟我們一定很大的分別 就是要大家坐下講清楚 我覺得這件事我不會為大家解說 只是著重點 大家看到我們有時候 你知道民主黨說一句說話 政策上我們不贊成 這點就會變成一個焦點 但是我們同一個地方 就是大家尊重法治 尊重別人訴訟的權利 尊重司法獨立 不要向法庭施壓 而打贏官司的人 他有權利應該尊重 不要釋法 這些就是我們的共同點 至於社會政策 其實我們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認為現在社會是沒有共識的 以往共同的理解 這麼大批的勞工來 大家來的條件就是他們 不會因為他們工作而有居留權 這個是共同點 第二 民主派政黨 就沒有什麼提起這點 這點不重要 我覺得 這個是不是將來一定是很徹底的分歧 我不知道 因為一到政策的考慮 拿出來立法會的時候 我覺得又是另一個問題 我覺得 所以我們也不是有什麼吵架 有些人說我們什麼插 第二個政黨一刀 實際也不是這樣 我們將我們的立場 是很清楚的展述出來的 我覺得我們是有責任這樣做 也是對我們的社會 對我們的市民 是清晰一些交代 我想只是這樣而已 其實在社會政策裏面 就算這點有分歧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譬如有民主派就說 我不管了 你做家屋七年 多少人都好 我就讓他來 因為你不要讓他做那麼久 這是可以社會政策 大家就商量 將來可能真的不能讓他做九七年 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初一都說 有些情緒 你一不是跟那個做 他又覺得 你又插人家一刀 你又抹又抹 另外有一個 市民有些討論 就是關於我們議會裏面 有些議員很怒吵 你都知道 很多時都被主席趕出去 有很多時趕出去 我們都同意 都沒有人出聲 因為你是犯了規 但是有些市民就覺得 好像說我們講得不夠 我最近我自己都收到一些電郵 有些是外籍 有些其他人 就是說 你們當好像上個星期發生了 趕了長毛出去 個個都出來說 曾慶成主席不對 因為長毛提的規程問題 你們又要跟他講話 又說曾蔭權說了些事 是冒犯議員的 又不要他去解釋 為何人家每天都在搗亂 搞亂那些事 民主黨又不說那些事 去到政府公庭會 每個都拿了十幾把黑大啫喱 去擋住那些東西 你們又不出聲 有時候 你借這個機會解釋 其實民主黨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當然不會贊成他做那些事 我們沒有做 我們也沒有出來贊成 有一次是有個譴責的 那次是保安事務委會 有一個動議 都是說譴責的 有些人又覺得不對 你站在哪個位置呢 你現在請告訴市民聽 其實這個社會是非常之分化的 為何分化呢 一方面我們以往議會 給大家看到的形象很嚴肅 你不要理英國佬 在殖民地的時候 比現在嚴肅得多 當然那時候來說 也沒有那麼多民選議員 就算民選議員裡面 光譜也沒有那麼闊 在民主派裡面 直到近來 這幾年有一些 所謂比較左翼思潮的 所謂比較激進的意見 當然帶動了一些議會裡面的行動 但是社會裡面總是有兩堆的意見 當然大部分 我很相信絕大部分 是覺得你應該用文明的方法來抗爭 就是說應該用文明的說理方法 來告訴社會 制度的不公平 以照政策的不公平 甚至是對著政府 可以毫不留情面去批評它 甚至去扎積它 但是要文明的 用議會的語言 這個就是大部分社會上的 但是你知道現在 進來的一些議員 所謂前社民連 現在又變了一部份 變了人民力量 他們就覺得這套東西不夠 等於在街頭一樣 他覺得這套東西不夠 其實街頭也有這個分歧 他覺得要更加用行動 作為一種語言來表達 他覺得你講極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要用語言來表達 包括要擲東西 擲紙飛機 擲招 以及用相當之人身攻擊 或者侮辱性的語言 來修辱那些政府的官員 以至特首 他覺得這樣才是 第一顯示到 我們弱勢 我們不是這樣做 我們是否能夠突出到 我們那種威力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他覺得 政府這麼壞 那些人無權無勢 包括議員 唯有這樣出氣 你記住 你記住 你記住現在支持 這種衝擊行動 在社會上也有一定的支持 是有十幾個百分比 不少十幾個百分比 可能更多 可能有二十個百分比 政府越衰 政府越衰 我們就沒有人走 沒有人走 就是說 我們想 希望文明 理性 來用道理 舒服他人的人 那些人就覺得 你為他出不了氣 有部份人是這樣說 那怎樣搞呢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民主的光譜是這麼寬 有些人總是這個光譜 他們會繼續衝擊 我們走到這裏 那些人就覺得 民主沒有希望 因為沒有人再為他們 所代表的觀念 價值觀念 來出聲 我們民主黨是相信這個觀念 我們相信 應該就一個主流社會 所接受的 主流社會最多人 其實是一種這樣的看法 而主流社會 你要記住一件事 這麼久我們的價值觀念 香港主流社會 是文明的 是理性的 是進步的 我強調的是進步 我們之所以能夠 香港這麼久 民主派都是得到幾多的支持 大家知道不少於六成 甚至很多時候 如果說真的拿民主的話 曾蔭權拿上北京的報告 都說六成幾以上 反對民主的人只有三成左右 是二對一 所以主流社會 你說它挺保守 沒錯 有些事情是相對 他們是挺平和的 你喜歡用保守 或是挺平和的 他不喜歡太激進 但是另一方面 他們是進步的 他們知道什麼是對 什麼是不對的 我們要緊系住 這些主流社會裡面的 進步力量 民主才可以推進 如果我們全部民主的人 都忍不住氣 走到最激的地方 光波會這麼窄 很團結 但是這些人 就散了 他對我們沒有希望 還有哪些人可以帶著香港 維繫到他們這些人的信念 繼續向前 用和平而平和 和平和不同 和平就是不用暴力 就是你心平氣正 理性文明的方法 來推進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 你記住 我們在民主派 我們永遠都會被 最激的人罵 等於現在最激的人 都會被平和的民主派人士 覺得他這樣做不對 都會罵他們 但是這個沒辦法 這個現實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遊戲規則 現在還未定得出來 以及社會 政府又這麼不堪 你說什麼遊戲規則 民主的遊戲規則 定不出來 所以他們在議會 你不覺得我們是制度 他們經常說制度的壓迫 所以我們沒辦法 你經常都靠這樣舉手 明明是少數 因為分組點票 又可以否決你多數 還有那些小圈主線 舉產生的功能組別 又可以變成了議會的多數 他們覺得制度的壓迫 為什麼在台灣時候 他們那些人真的打架 打架的人是有票的 一樣是 就是這樣 你問他 他說那些人選過去打架 我叫代打 我不是叫代表 是可以的 香港現在一樣 走下去 是有一堆會支持激進的 但是他不一定是多數 但是這個社會一定是這樣 我們的比例代表制 令到他們一定選到 亦一定選到 亦一定選到 他就要執行 我沒辦法教他怎樣執行 如果他覺得要緊要 鬆軟他自己 去到決定 只要我的底線 就是以示能夠順利進行 有些人一兩分鐘被人說出來 對我來說 他宣誓語言 他作為一種語言的表達 我不會覺得這個大問題 但是不能夠暴力 我們曾經試過有一次譴責 不知道你記得嗎 就是當日我們和民主黨和公民黨一起 覺得是不對的 就是那次他們衝出去掃桌 記得嗎 他衝出去掃桌上高 掃掉的架 用來擠文件 毒文件的架 掃掉桌上高 會不會是水 掃走所有文件 那次是曾經說的 我們說這是不可以這樣 你這樣就是打架 其實 你想想 如果你在加上高見到 第二個黨派民建聯 你過去掃桌 就是打架 我們跟打架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覺得是不可以 那次我們也是譴責過一次的 那次我知道對手都很生氣 那時候是社民連 立刻去罵我們 說我們沒有用 就是出賣 出賣 就是出賣 總之你一不同意他就是出賣 所以我覺得這樣 我們適當的時候 我們是會表示的 但是有時候他們這些 語言的表達 趕出去 他們付出的代價就趕出去 我覺得主席 只要他能夠執行到議事規則 我覺得沒辦法 他拿不到票數進來 他拿著一定的票數進來 他是衝擊的議事規則 我覺得都是和平的 你就趕出去 對吧 我覺得我也不會出聲 但為何上次出聲 因為趕長毛太離譜 因為長毛只是說規程問題 只說規程問題 以前未試過議員站起來 說規程問題 而不問他 甚麼是規程問題 你說長毛沒有舉手 我們這麼久站起來 就說規程問題 第一 這是這樣 第二 你不能說他插隊別人說其他 因為規程問題 永遠在議會裡面先行 因為規程問題 可能立即休會 是可以的 因為法國現在不符合規程 這個會應該終止 是可以的 這是永遠在議事規則上優先 我們民主黨 今天下午 星期一 下午我們會見 鄭浩誠和他再了解這件事 不過說起議會的語言 你和我其實都受了很多 那些人的尖酸刻薄 是非常之很噁心的語言都用過 但是我都和你談過 你都覺得有得去說 無謂什麼 你的態度就是覺得 你坐得在這裏 吃得鹹如抵得渴 他喜歡怎樣攻擊你 你都照罵 即不只是罵我們 他罵官員也好 罵其他人也好 即我們就很少會起身說 規程問題 為何你說這麽誹謗性 或者這麽侮辱我的語言 你覺得我們就應該坐在這裏 搜尋他 是否 什麼叫搜尋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解定清楚 因為規則是說有冒犯性的東西 你不應該說 冒犯性就是 你看看怎樣解定 因為通常有些字眼 是不可以說的 這些其實以往比較緊 現在比較鬆 譬如罵別人狗賊 罵別人 就是很侮辱性的字眼 就是不可以說 或者不可以說粗口 粗口是不可以的 但是有些字眼 我覺得很凌厲 或者很攻擊性的那些 就是那些政治的語言 譬如說你出賣 出賣原則 出賣香港人利益 沒有人發覺 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這些字眼是可以用的 我覺得 為何不可以用呢 我們也可以罵政府 一樣用這些字眼 你可以不同意 你可以起身 去到反駁 當然以往我們 為何不經常反駁 因為有些攻擊外人 都不是一個理性的辯論 因為站起來都沒有說 兩句就說 民主黨我出賣了 說完那兩句 他根本的議題 都不是說那些東西 他中間又插了兩句 你也不拼得他那麼多 因為他都不是說那些議題 總之內不久 說什麼也好 他就帶兩句下去 就是攻擊我們的人 我覺得我們可以選擇去回應 我想你記得很清楚 有一次我是很專心 很有準備去做了差不多 二十分鐘的回應 就是你說上次那個 那個法例 即那個功能組別 那個選舉法例 那個修訂 那次我特意坐在那裡 我聽完黃毓民和陳偉業 怎麼罵我們 我就起床 我就很清楚 講了藥膜二十到二十分鐘 是逐點搏 還有很多事情 整體對他們的回應 我覺得我一是不回應 因為回應我就很嚴肅 你又不要中間 說兩句 又去罵人家 又去刺下人家 又去刺下人家 我就不喜歡這樣 不過大部分時間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漫罵的情況 我就不屑回應 我們民主黨很多時候都不回應 你不回應 就有些市民就覺得 即是你就是接手了 他就可以這樣去做 在議會搞到 很多就甚至說 經常說 教壞小孩 兩件事 我意思是說 他漫罵民主黨的事情 我不一定要回應 第二 在議會裏面的行為動作 應該是那個議長 主席去執行議事規則 我們覺得不好 做得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應該站起來提出 或者我們在事後 覺得他做得不足 就向他 約他見面 去反映 今次我們會見他 所以應該是這樣做的 以往來說 他是做到的 主席來講 在舊的立法會的時候 他是有效地執行議事規則 要他們離開 有些人說是很不雅 他經常沒有尊嚴 這是沒有辦法的 為甚麼呢 這些人是選入去的 我們的議事規則 也不可以讓他們 拉他去坐牢 好像英國國會 下面的地牢 是拉你去坐牢 如果你有甚麼 甚至不讓他進來一個月 或者減薦 我覺得也不可以這樣做 也不應該這樣做 尤其是我們沒有一個民主的制度 我覺得不適宜做這些事情 現在反正你把他趕出去 讓他的會議能夠恢復關 我覺得這件事是足夠的 至於你說是否不雅 是否影響議會的尊嚴 各位市民 你用你的選票去決定 雖然現在比例代表制 不用很多票都贏到 但也沒辦法 當他有一定的代表性 進來的時候 人們可能喜歡他這樣做 我覺得他沒有辦法 他變成一個神聖的授權 他可以這樣做 有甚麼辦法 有些人會特意選他進來 你又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個社會 你從一個社會功能的角度看 他做完之後 有些人會舒服些 因為他在街上打架 他會變成一個神聖的授權 其實還有一件事 其實不僅僅是儀會 這麼多年的運動都是這樣的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90年代的時候 搞六四燭光集會的時候 燭光集會最多人 十萬人八萬人 永遠都是有一堆人說 我們不夠我們要去衝擊 完了就抬過棺材去中聯辦 那時候是新馬社 就是去衝擊 我們其實已經有了一個共識 譬如我們在大運動裏面 要衝擊的人 就不會一個大運動 很多群眾 扶老攜休 遊行的時候 你就不要搞衝擊 因為我們告訴別人 你們來 我們可以很和平 很安全地 完成這個遊行 給你表達你的心意 我們不會利用人多 來衝擊政府的機構 或者衝擊警員 好了 當我們群眾性 和平集會完了之後 很多父老攜 有個人覺得 他做了應該做的事 離開了 有些人意猶不及 你還想做的 你要留在這裏 就做你應該做的事 以往我們和一些比較激進 一些或者潛迷一些的人士 都有這樣的共識 大家去做大家做應該做的事 我們覺得 你不能夠只走一條激進的路 因為每次我們帶著幾萬人 就去衝擊 接著幾萬人走到德庫道中 就全部坐在這裏 我們說幾萬人坐在這裏 一定會 一定會 的意思是政府不知怎樣抓人 你怎樣抬到幾萬人走 所以他們就是想這樣 有些人 但是群眾不同意這樣做 我相信沒有幾萬人都會坐在這裏 有一天如果真的生氣到 那些人要幾萬人都坐在這裏 我們都阻止不了 甚至我們會帶頭坐在這裏 不奇怪 但今天不是這樣 未去到這個位置 未去到這個位置 不能夠強求 很多時候都會有些討論 別人都知道 就是我們今次不要走 去到政府總部 其實你覺得民主黨是怎樣去拿捏 你都明白 就算我們內部有些黨員都覺得 好像太乖 走完就走了去 我們有些黨員是否去照做 我們都不會鼓勵 或者不鼓勵黨員去做 但作為整個黨 我們就不會呼籲 走完全部都坐在電車路 就未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的核心又不是這樣 但你記住 我們記住 有些情況之下 我們是會這樣做的 你記不記得有一次是1998年 1998年 當時政府想告學聯那些同學 那時是反家學肺 說他們沒有給通知遊行 但那次是十幾人 那時候過了一個新的公安條例 過了新的公安條例 那些學生其實沒事 他就不跟你的法律通知你 實際上他就打電話給你爹 但他就不跟著你的方法去做 你知道學生 那麼久都是這樣做 其實不是第一次 但那次突然間要告他們 出告票 那次我們全部 記不記得有一次遊行 那時候帶頭的 李柱銘司徒說 我們一堆 我們每個人都走出來 你也有份 走出來說 我這次用學聯的方式 遊行 你夠膽就抓我們 你記不記得 那次政府很生氣 但我們那次十幾個議員 正是回歸之後不久 他不敢抓 我們還在立法會 提過他 李柱銘還提過他 我們那次公民抗命 為何不抓 那麼梁海施就很生氣 怎麼做 我覺得 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有些位置 我們真的可能會這樣做 如果真的需要公民抗命 我們也不怕 要付出這個代價 但是要有足夠的 社會的支持和公民 這個才是值得做 我覺得 如果不是 你變成有些做法 當然你是代表了一個 一個光譜裏面的群眾 但是我記住一件事 我們現在目前 民主黨的定位 是要維繫住 主流社會的進步力量 這個是大多數人 如果你失去了這個主流社會 大多數人這種進步力量的支持 你就會越玩越小 你那些人 變成就很容易被人打壓你 我覺得 還有一件事 我們溫和進步的人士 我們對激進的人士 理解是好些的 我們相對不同意也好 我們多些理解 多些包容 我們當然是不同民建聯 不同工聯會 不同的左派 或者不同的新聞黨 他們會罵到你死 那些人 覺得你是佼佼鎮 覺得你是破壞社會 我們是不會這樣看他們的 我們是不會這樣看他們的 我們未必同意 但是我們不會 背後拆他們 不會攻擊他們 因為我們甚至用一個善良的角度去看 他們是用這種方法來表達 他們有他們的支持 我覺得他們要了解這件事 你反而為那些激進的人 還當他們是敵人 就很傻 但是如果你採取這樣的立場 會不會有個憂慮 就是令到有些年青人 覺得民主黨不保守 很老化 你自己也說很多次 年青人是很浪漫的 亦是傾向激進的 每個人都有那個階段 如果你跟他們說這些話 他聽不聽得到入耳 我們會不會有個危機 年青人當然有用意接受 亦不是一面倒 亦不是一面倒 我記得我學生的時候 年青人就全部親共五制 在香港大學的時候 逢是活躍的人都是 變成國粹派差不多 或者是對社會主義很崇尚 我就不是這樣了 我亦帶動很多人都不是這樣 是一個反潮流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你要多給年青人另一個說法 一個選擇 不一定要只走這條路 雖然這條路我覺得 也不是認真說很不對 他們有他們的做法 在社會上的做法 只要你不要違法 你違法就付出代價 但是我們不同意 我們講一個道理出來 我們講一個道理出來 我覺得也會有不少的年青人 是會接受我們這個看法的 因為民主黨不是小年青人 你看到今年我們參選的人 很多是年青人 很多是大學生進來 還是學生會裡面活躍的人 所以不是一面倒 我不會說我們多數 我不是一定這樣說 但是我們要理由清楚的解說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年青人是這樣 那時候有些政黨就說 我們有這麼多年青人支持 這個世界將來就是我們 因為越來越多年青人 入了這些東西 然後年青人就是我們 但是他不知道 年青人很多 當他成長了之後 他又不同的看法 他可能會覺得要作別的選擇 那時候也說有一個 講笑的地方 就是南韓的學運 你知道每個人是 扔雞尾酒出來衝擊那些 扔那些 那些又不是手榴彈 那些是燃燒彈 是吧 扔那些東西 而且專門拿棍出來 跟警員在那裡衝擊 我們那時候就問他 我是不是很敵隊 你這樣打那些警察 他說不是 那些以前是我們的學長 那些同學 他說以前學運的時候 站在那邊 出去了之後 有些做了警察 就站在那邊 你明白嗎 他說不一定是這樣 他說我們經歷過家庭 是這樣的 社會就是我們這些人 我們這個年代 就要出來衝擊 那些人成長之後 出了社會 他可能有別的選擇 他第一人不一定這樣衝 甚至有些人做了警察 那你怎樣呢 所以社會就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有些人是比較 是很浪漫 還有他覺得 我是需要說 我只是看這個角度 良心的就算了 實際的你不要跟我說 我覺得就是這樣 好像金仔那樣 國際主義大同主義 這個沒有壞 我覺得 當然你要做事的時候 你要說 你要有說服力的時候 你這樣做 是在現實社會裏做得到的 民眾是支持的 是可以持續的 這個才可以 所以那時候 以前的社會學大師 Max Weber 講過一個看法 就是從政人 你有信心 這個叫ethic of conviction 你有理念 你沒有理念 就是沒有道德力量 但是有一個ethic of responsibility 有一個責任感 這個責任感 亦是一種道德力量 這個責任感就是看社會 大家共同的願望 這個事情 不只是我覺得 這條道路真理生命 每個人都跟著我 或者我做下來 社會就承受很多後果痛苦 你說不要緊 我們洗滴我們的靈魂 我們經過這個痛苦 大家會有更好的精神生活 你不可以代人民去說 有很多時候 你都要看社會做出來的事 的後果是怎樣 人民是否接受 這兩者都需要 這兩個道德都需要 所以我覺得在居港權的問題上 既要有道德的角度 又有權利的角度 另外一件事 都要看社會責任 社會政策裏面 制定的過程裏面 民意的支持和應受 都是同樣重要 這就是民主的基礎 我希望大家聽到 何俊仁代表民主黨說這件事 都挺複雜的 你們有什麼意見 我們民主黨是很歡迎 亦都想聽你們的意見 今天的節目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拜拜